我們今天要來做點 我們在Ice Ocean 一般來的客人我都會先問他 就是你平常有做過臉嗎 就是有個人有去做過那種傳統的做臉 就是這跟傳統的做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它這個做完 它是完全不會有傷口的 就是它是修復沒有那種要像傳統的做臉 它有那種傷口需要修復 然後它主要都是用儀器 就是完全不會用針去砸你的肉 傳統的那種就是用針去砸 然後再把那種東西給掉出來 它就是會有那種傷口 然後就需要去修復 有些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毛孔它就是不會自己去修復 會有疤痕 對 它就是會有那種疤痕 差別就在這裡 然後這個做完都可以正常的上妝洗臉 都是完全不影響的 就是沒有需要特別注意什麼東西 反正就真的很神奇 真的不會痛 然後重點 對 重點就是不會痛 因為我很怕痛 然後粉絲真的都會清出來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然後這是我現在的膚況 我現在這邊有兩個痘痘 然後有點過敏 有點紅紅的 這種在有痘痘的狀況下都可以正常做 它完全不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在幹嘛 這個面膜是幹嘛 敷面膜的這個過程 就是直接幫你的皮膚角質做軟化 因為一般皮膚的最外層 它就是一些老肺角質 然後它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是專用面膜 然後它可以把它的皮膚角質軟化 然後做一點點的保濕 因為其實在等一下後續的過程中 毛孔才會打開 最後還會再做一個加強保濕 所以這只是一個一小步驟 現在面膜拿掉好了 接下來的接觸就是 基本上都是用機器在做 然後會把面膜放在你旁邊 等一下就是把一些髒東西都把它收集在這裡 然後做完就可以看得到 好 這是什麼 這個階段主要 這個紅色這個階段 它主要就是會有一些熱熱的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把你的毛孔打開 就是熱脹冷縮的原理 然後用這種專屬的淨化液 它能夠更好滲透進去皮膚裡面 幫你帶一些毛孔的粉絲 能掌握出來 舒服 然後我在做的話 我都是半邊點半邊點做 這樣就是會全部都做得均勻 這個藍色的 它這個階段就是在幫你把 剛剛剛剛上一個階段 代謝的粉絲 在這個階段會把它倒出來 就是藉由這個機器 現在就開始已經有一點 沙沙的 就是會有 一粒一粒的感覺 你自己會感受到 機器跟皮膚表面會有一些摩擦 沙沙一粒一粒 那都是毛孔的粉絲跟髒物 然後一般 不管男生女生 有些人可能會有 基本上都有抹毛病的習慣 就是你要把這種毛孔堵塞物 倒出來 你的保養面 才會真正的吸收進去 做這種保養 可以讓你的皮膚 油水平衡打動 因為有些人 不知道什麼是油水平衡 就是一般來說 一張臉 它的含水量是70% 含油量是30% 就是在正常情況 它就會達成100% 可是當你皮膚啊 在缺水的時候 假設你的現在含水量到50% 你的含油量相對就會提升到50% 就是皮膚在油的當下 它比較容易去自身 像那種粉刺啊 毛孔堵塞的問題 所以做這個 如果把油水平衡打到的話 你就可以 保養品的吸收變好 保濕度做好 其實皮膚 基本上不太會有什麼 長痘痘的問題 大家講的是真的很舒服 是可以睡著的那種 顛覆你的親粉絲經驗 你先幫我夾牆 因為我臉太髒了 是不是很多東西 真的 好 我們現在要幹嘛 現在這個階段就是我 就是前面的前置座位都出來 就是最後兩歸二步驟 然後這個階段就是把你的鼻頭 因為你鼻頭剛剛在機器 黑頭粉刺 主要是針對黑頭粉刺 因為機器黑頭粉刺 它算是比較深層的粉刺 在機器的代謝的過程中 它有些會代謝出來 有些人只會冒出頭 然後它就是殘留在鼻子上面 所以我最後就是用一個夾子 幫你把你的鼻頭稍微清理乾淨 可是黑頭粉刺就是要慢慢做 慢慢代謝 因為我們這種傳統的玩具都不一樣 就是以不傷毛孔為前提下面的清簡 對 就是這樣 黑頭很多 不知道能錄起來 它拍不拍得到 很快 現在可以修嗎 最後的階段 這個階段主要就是做最後的保濕跟毛孔收縮 因為前面毛孔有打開 就是現在要讓 在藉由原本的機器 它在不同的模式下 幫你的毛孔做收縮 然後收縮的同時 會幫你順便上一層 補碎保濕的乳液 所以幫皮膚補充一下水分 因為現在毛孔是乾淨的狀況 所以就是做最後一個流程這樣 這是我的粉刺海 像這個部分 就是在這個部位的話 它是一般就是在第一階段代謝出來的 老肺角質 就是有點熱熱的那個階段 這個部位的話 它是老肺角質 然後像這邊到上面這邊 它是 在第二階段代謝出來的 毛孔堵塞物跟粉刺 這種東西就是把它代謝出來 你平常 一般人都有在抹保養品的習慣 那個保養品它的吸收能力才會變得很好 對 然後接下來這邊是鼻子的黑頭 因為像 黑頭它算是比較深層的粉刺 所以在代謝的過程 因為它是今年累月的 不可能一次根除 然後就是它有冒出頭的地方 機器在做啊 它會有一些地方 它會黑頭會冒出頭 我就用夾子稍微把它夾一下 這邊鼻子的塊 就是黑頭 嗯 然後就是這樣 哇 這每次看完都覺得很過癮 然後做這個保養的話 就是 徐序漸進 這樣 而且又不會痛 真的超划算 做完了成果 欸真的很漂亮耶 就是女生不用擔心 做完不用 不可以化妝 然後會有傷口什麼的 就可以直接漂亮的出門 哈囉大家好 現在台北街頭 剛剛做完那個 小針刀治療 就是我的物理治療師 最近我去做的 它就是把一堆針 直接插進你被沾你的那個 組織裡然後讓它直接增身 所以非常痛 我整隻手 就是都是傷口 好 我們現在要去找 我的設計師緊頭髮 請問有這種設計師嗎 我剛剛到我剛剛約1點 然後1點5分到 門還沒開耶 然後我現在還幫她買咖啡 親自要送過去 沒有比我更好的客人了吧 唉唷 妳化好妝喔 嗨 嗨 這是我化好妝的 咖啡 謝謝 怎麼那麼好 遲到還有咖啡 他就是我從大學二年級 開始剪頭髮的設計師 大學二年級是幾歲 二十歲 是二年級嗎 對啊 二年級啊 大概快十年了啦 大概幾年就幾年了 然後今天就看他 想不到要弄什麼 這樣子喔 好優 他處理遲到了 所以是 所以是老實 這十年中妳都有最印象是那個髮型是什麼之類的 這十年中我的頭髮變化是什麼 我覺得 你剪短頭髮是蠻好看的 是喔 就是上面很短的時候 嗯 就是你一直叫我幫你剪短 我一直不幫你剪短 然後結果一剪短是不是超好看 就覺得哇 也太好看了吧 還有以前是不是都會壓瀏海 大學的時候 就是 然後還會染頭髮 就是默默覺得你是燙瀏海先生 對 因為每次來就一直燙瀏海 因為我這邊啊 就是有個楦 然後我這邊頭髮會往上衝 所以我每次這邊都很通 但其實是天生的 然後剛好現在就流行這個 所以我就有一個很自然的 隨便一波就有自然的六四分 那妳來介紹一下 我是什麼髮型 他會像妳的專業 妳分析一下這個頭髮 嗯 初印髮 然後有一點點微微自然 然後這樣其實是好事對不對 我覺得要看妳留怎樣的髮型 如果妳是瀏海蓋下來的 就會很難處理 就像我們以前 就是要一直燙瀏海 但因為現在流行的髮型 就是是漏額蟲 所以妳就會 就會有一個很自然的 弩度跟鴻度 這樣子 但是就是不能打太薄 因為打太薄 因為打太薄 妳所有頭髮都會飛行 就會有點難處理 所以就上面一定要有重量 讓它壓下來一些 旁邊比較短 所以我現在就不用再回去給人家撿 對 你親手 嗯哼 可以嗎 可以啊 夠短 差不多啦 結fect了 嗯哼 筑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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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紗 筑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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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紗